陕西男子意外就下受伤奶狗,养大后行为怪异眼冒绿光,一举动下的邻居当场报警。 那天天气晴朗,李男早早就约了几个兄弟到郊外野吹,眼看太阳落山,吃好喝好的几人兴高采烈准备回家。 结果才走了没多远,李男突然停下脚步,朝旁边的草丛走去。 只见他小心翼翼地扒开草丛,果然没听错,刚才断断续续的乌业声就是眼前的小奶狗在求救。 几个人好奇地凑上去一看,只见一只只有巴掌大的小奶狗躺在草丛里,浑身灰毛看着眼眼一息的样子,脸上的伤口已经结痂,一只眼睛睁都睁不开。 见有人靠近小狗,只能发出痛苦的乌业声,大小的是一条命,眼看小家伙只剩下最后一口气,还在拼命挣扎,一向心善的李男于心不忍,犹豫在三还是决定放手一搏。 一把抱上车,就把狗带回了家。出去一趟,突然捡回一个病奄奄的小狗,李男的妻子一开始十分嫌弃,又脏又臭的小狗长得不可爱不说,还身上有伤纯粹是个累赘,埋怨李男不该瞎好心给家里添麻烦。 没想到几个孩子一放学,看到家里的新成员却十分喜欢,又亲又抱,简直爱不释手,还给小奶狗起名妞妞,吃饭睡觉都心心念念小狗。 李男的妻子在反对,也架不住孩子喜欢,只能暂且把狗养在家里,没想到一养就是一年,后来闯下大祸,连警察都找了过来。 小狗精神违靡,毛发杂乱,身上的还有伤,为了保险起见,一家人隔天一大早就来到了最近的宠物医院,医生一诊断才发现,小狗不但伤口发炎,眼睛里还长了东西。 必须赶紧手术才能保命,李男一听十分揪心,请求兽医赶紧救治。 脸上的伤口上药包扎后,兽医紧锣密鼓准备手术,刚要打针时突然发现了不对劲,这狗瞳孔十分怪异不说, 骨架还出奇的大,和一般的小狗完全不同,但又看不出是什么品种。 连越狗无数的兽医都犯了难。 手术后虚弱的小家伙跟着李男回了家,从此彻底住了下来。 养了没几天,李男才发觉自己捡到这只小家伙,确实怪异。 对送到嘴边的狗粮看都不看,哪怕是饿极了也只勉强吃上几口,别看年纪小却异常的护食。 吃饭的时候哪怕是李家人靠近也会立马警惕,一次李母趁他进食上去逗弄。 结果被一声大吼,吓得连连后退,甚至呲牙咧嘴突然发怒。 从此以后进食的妞妞成了无人敢惹的进去。 不过其余时候,妞妞不但脾气异常温顺,还十分聪明, 但凡拿着肉交口令绝对一学就会,实践一场李男家捡到的聪明小狗成了整个小区的团宠。 但后来偶然发现的一幕却让李男大吃一惊,彻底慌了神。 西安男子野外捡到受伤小狗,养大后行为怪异眼冒绿光, 一举动下的邻居当场报警,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 很快一年过去,当初那只浑身世伤奄奄一息的小家伙, 在李男一家的悉心照顾下,已经长成了体型庞大,微风凛凛的大狗。 家里空间有限,随着妞妞个头越长越大,笼子早就成了摆设, 李男灵气一动,在楼下找了一片空地,给妞妞安了新家。 为了避免发生意外没人看的时候就拴在树上, 李男还在旁边给专门搭了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小窝。 但奇怪的是,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艳阳高照,妞妞从不躲避, 而是自己在地上刨了个大坑趴着,对自家大狗的怪异习性, 李男百思不得其解,时间异常周围的邻居也看出了异样。 一时间小区里流言四起,有人猜李男捡到的柴, 有人觉得浑身灰毛一看就是狼。 李男一家听了,却觉得不可思议。 纯粹都是胡扯,妞妞虽然个头看着不小, 但脾气却要比小狗还要温顺得多, 每天活蹦乱跳十分乖巧, 哪怕遇上陌生人也十分亲密, 作为小区里孩子们的玩伴。 乖巧又听话,从来没有伤过人不说, 还特别机灵, 怎么看都和凶狠的豺狼虎豹不沾边。 李男每次听了邻居的调侃也都一笑而过, 可一次偶然的发现让他大吃一惊, 回想起来都后背发凉, 对妞妞的身份产生了深深的怀疑, 自从把大狗养到楼下。 李男每天下班后的首要任务, 就是探望自己亲手养的乖狗。 那天加班的李男到家后已经夜深, 思前想后还是放心不下, 临睡前也要看爱犬一眼, 没想到这一看坚持已久的观念彻底崩塌, 带着狗粮下楼后。 妞妞跟往常一样, 没等李男靠近就激动地吼叫起来, 李男靠近一看, 突然被眼前的一幕吓到, 在月色的衬托下, 一双绿幽幽的大眼看着十分怪异。 李男心里一惊, 立马就察觉出了不对劲, 回家后辗转难免又不敢声张。 但只包不住火, 妞妞的种种怪异行为引起了邻居的注意, 大家经过讨论后, 安全起见决定报警处理。 民警接到消息的第一时间, 火速赶到现场, 在看到大狗的那一刻也被惊到, 小心翼翼不敢靠近, 结果身材壮硕, 看起来十分凶猛的妞妞, 居然是个直老虎, 见民警靠近一点也不见外。 性高采烈主动扑上去, 和人亲密互动, 围着大家撒欢的样子, 像挤了普通的大狗, 但那双独特的狼眼却没法忽视, 工作人员猜测李男捡到的很有可能就是狼。 在和李男协调过后, 为了弄清大狗的真实身份, 他们决定送到专业机构, 让专家检测。 等待检测结果期间, 一家人十分忐忑, 都希望妞妞只是长相有些别致的大狗, 结果一出彻底傻了眼。 西安男子意外捡到受伤奶狗, 性情奔顺异常乖巧, 可邻居看后却立马报警, 身份一出就连专家都惊呆了。 尽管李男早有心理准备, 但看到检测结果的那一刻, 还是傻了眼, 自己偶然就吓得濒死奶狗, 不但是山林里凶猛的野狼, 而且还是一只纯种的西北狼, 在当地极为罕见。 结果一出, 就连专家都十分惊讶, 李男所在城市远离大山, 怎么会捡到七夕在深山里, 极其罕见的西北狼呢? 西北狼狼人如其名, 主要七夕在青海和甘肃等地的山林里, 行踪十分隐秘, 再加上生性谨慎, 主要在夜间活动, 就连相关的研究专家都很难找到西北狼的身影。 比起普通的狼种, 西北狼的战斗力更加强悍, 头脑也更加机智聪慧, 适应环境的能力更强, 只可惜哪怕是凶猛的豺狼虎豹, 也躲不过猎人的毒手, 在肆无忌惮猎杀下。 西北狼种群的数量大规模减少, 一度面临灭绝的风险, 直到被列为国家二级动物才得以喘息, 按照法律规定绝对禁止捕杀和私人饲养, 但李男一家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救助养大, 所以有功无过, 但必须上交不能再养。 一家人听到消息后当场泪目, 虽然心里不舍, 但他们明白妞妞是狼必须上交, 但从小被李男捡到, 在人类的悉心呵护下长大的西北狼, 已经完全丧失了野外生存的能力, 无法再放归山林。 最后在动物保护组织的协调下, 妞妞被送到了动物园, 由专人饲养。 谁曾想被送到动物园没几天就出了事, 原本十分听话的妞妞, 一道动物园突然变得郁郁寡欢, 情绪低落不肯进食, 原本油光水滑十分健硕的身体越来越消瘦,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 担心妞妞因环境突变患上抑郁症, 动物园在三考虑后做了一个重大决定。 他们主动找上李男和一家人签订协议, 妞妞毕竟是国家保护动物, 虽然不能在私人饲养, 但动物园饲养期间, 李家人随时能上门探望, 他们还是妞妞的主人, 可以免去所有门票前动物园人性化的决定, 让李男一家人终于和妞妞重逢。 第二天, 一家人就集体出动到了动物园, 刚刚还趴在地上无精打采的妞妞, 突然听到熟悉的呼喊, 瞬间起身飞奔出去, 看到熟悉的家人以后性情大变, 兴奋地飞扑上去和李男撒娇。 李男看着几天没见, 就受了一大圈的爱宠十分心疼, 临走前专门嘱咐妞妞要听话, 好好吃饭, 眼看即将避原, 一家人只能挥手告别后无奈离开, 从此以后但凡李男上门, 不等靠近妞妞, 就会第一时间飞奔出去, 连饲养员都被一人一郎的感情打动, 妞妞也在动物园的照顾下, 继续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。 挂在大鱼全网争稿了。